接下来我们要送一个叫自由落体 这里还蛮喜欢出的 可是它的题目如果变成计算题的话 它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比较简单 因为初速知道了 加速度也知道了 所以已知条件变多了 所以会比较简单 啥叫自由的就是所谓的空中自由落下 所谓的空中自由落下 就是没有初速 然后呢 直接掉下来 手上抓个球 伸出去 放手 自由落体 没有初速 直接自己掉下来 这样子叫做自由落体 理论上 有人跳伞的时候不敢跳 然后被别人一脚踹出去的 那个不叫做自由落体 那个是因为它被人家踢出去 前面有个速度 有个速度 但是挑剔的说 它不叫自由落体 那会就是说不叫自由落体 你自己跳也不算 因为就要往前个速度 不过有时候就没有那么挑剔的讲 所以自由落体只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 然后初速是零 因为初速是零 所以我刚才讲过初速已知就是零 因为只受地心引力的作用 所以它的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加速度知道 所以如果要考计算 它比较简单 因为初速知道是零 然后加速也知道 好 所以比较容易做 我刚才讲过 手抓的球伸出去 放手 掉下来 那叫做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 OK 初速为零 初速为零 好 初速为零 然后因为只受地心引力 所以都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它是一个 初速为零的等加速度运动 有初速为零的等加速度运动 加速多大 9.8公尺秒平方 代号写作G 所以重力加速代号叫G 大小叫做9.8公尺秒平方 有的题目为了让你方便计算 它会假设它是10 那你就用10算 看题目怎么说 有的题目会说 我假差为10 因为这样加好算 那你看题目怎么讲 题目如果有说 我就带公尺来带 没有说 那就看9.8公尺秒平方 所以自由落体运动 是一个简单的动运动 叫做初速为零的等加速度运动 加入多少 9.8公尺秒平方 OK 重点是这个 就是初速为零的重点 有一个质量比较小 一个质量比较大 同样高度自由落下 谁先着地 谁先着地 这是重点 答案叫做 同时着地 同时着地 我们可以仔细地看看 研究一下 我们今天20公斤跟5公斤 它都是初速为零 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画出来的线都一样 都是过远点 然后都一样斜 因为加速度一样大 然后呢 经过某个时间 踢秒钟会落下 然后面积要代表位移 所以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要怎样 一样大 然后呢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角度要一样 面积要一样 它就会怎样 就会全等 对不对 就会全等 全等什么意思 时间会一样 而且着地的速度也 一样 所以就变成 同样的时间和顺量都一样 然后位移也都一样 所以通通都一样 所以同样高度自由落下 谁先着地 答案叫做 一起着地 着地的速度谁大 一样大 几乎什么都是一样 但有一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的 到后面 我们教动能的时候才会知道 所以先不用理它 所以它几乎都一样 所以 两个物体自由落下 在相同的时间 总相同的位移 有相同的速度 从同样高度自由落下 同时着地 着地的速度都会一样大 从我们图形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图形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结果是你要记住的 考试会问的问题 好 所以 认两个物体 从相同高度自由落下 同时着地 然后着地的速度一样 那过程中就是 同样的时间 有同样的位移 有同样的速度 好 这是传说中 我们的伽利略大人 做了实验 我们在比萨写卡 拿着两个球 一些球往下掉 因为古人的想法认为 重的会先着地 轻的会后着地 然后他拿不一样重的铁球 下去之后 让他同时着地 这名古人的想法是错的 是错的 这是传说中他做的时间 传说对不对 就先不要计较 然后现实的状况下是 通常都是重的着地 现实情况没有同时着地 这是因为主力的关系 风气主力的关系 你把一张纸揉成一团 跟打开来放下来 揉成一团比较快着地 揉成打开的比较慢着地 因为打开的主力比较大 会飘来飘去 所以就是现实是因为主力的关系 主力关系 所以呢 有的先有的后 但是理想状况如果没有主力的话 它会同时着地 自由落体就是一个 出速为原来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如果要考计算题 它比较简单 会比较简单 因为知道速度是0 因为稍加速度是9.8 所以要算起来会比较容易 会容易做出来 如果要考计算题的话 然后这里有个影片 这个影片很久了 所以解析度很差 这是1971年 美国太空人 到月球上去做实验 他拿两个东西 一个是锤子 一个是什么 忘羽毛 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让你放 看看谁先会掉在地上 他拿一个羽毛 跟拿一个锤子 在月球 因为月球没有空气 所以没有空气主力的问题 放手 看谁先着地 好 准备它要放了 好 准备它要放了 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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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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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可以 没有主意的时候 同样高度自由落下 会同时着地 OK吗 OK OK 请写课堂练习 谢谢